驾车面对这什么东西 全然无我 在无我的状态下驾车 只能横圈 反正绿灯我就跑 绿灯你就跑 刚好有个人在那 横穿马路 你跑给我看看 撞死他 我该不该我事 你还有人行吗 没有说对灯一定是你的灯 你就可以跑的 不是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寓了不得 以前一架马车 通过架马车来试骗你的什么 全然的没规矩线 没规矩线 车没有跃进速冲 还有什么我一定要死马本的 我就这个样子 没有 你只有一个目的 把车安全开出去 安全开回来 人也安全 车也安全 这就是 就这么一个目的 没有说 怎么样开车才是对的 也是为了安全 所以你为了一个动机 做这些事情 为了一个目的 在行为上 在身口气上面 完全没有约定速成 如果有约定速成 那就是什么 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 无我的状态 你老是在自己的主观历史的状态里去做 你是反复 你打反复 夺地反复 而圣人完全没有一个什么 可还是不可 行还是不行 没有 没有 没有规矩 叫随心所欲 但是后面有一句叫什么 不预计 随心所欲 开车随心所欲 不预计 你不能撞车 你要安全行持 这是 这个规定 你不能跑的